你們的手部劇情場片 那你在跟他的合作過程中 在你們的眼中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創作者呢? 先ほどもお伝えしましたが スタッフ、キャスト、みんな もちろん福田村事件 この作品の題材にも向き合う覚悟を持ちながら みんな森監督と一緒にお仕事したい 森監督の作る撮影の現場に 飛び込んでいきたいという思いを 全員が持っていたと思います 森監督、初めての長編の劇映画ですから 本当に一番最初に撮影したシーンで どんな風に 映画監督として 用意、スタッフって言うんだろうっていうのを 本当に原俳優、スタッフ みんな一度それを片頭を飲んで 楽しみにしていたのを今思い出しました 森監督は本当に俳優にも寄り添ってくれて いつも温かな優しい眼差しで 僕らの芝居をいつも見守って 受け止めてくれる感じでした 本当に私たちは 私たちは映画の映画を描くと 私たちは、私たちは 全員の作品の作品の作品 其实都是带着一种 就是我们要去面对这样子的一部电影 要去面对这样子的事情 而加入森导演的剧组里面的 那其实大家也都很想跟森导演一起共识 因为这是森导演的第一部剧情片 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说 我很想要能够亲眼去看 感受一下去见识一下说 森导演他的现场 他会如何的去喊开始 如何去喊结束 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那所以其实我无论如何 都想要参加这部作品 然后我在现场所感受到的是 森导演其实是非常靠近演员 能够贴近演员与演员相处非常融洽 一种温暖的态度 这是我在现场所感受到的 那我们也请森导 首先大家谢谢来看到我们的电影 真的很感谢 谢谢 但是没看了这部电影 在这部电影 在这部电影 一直在他们 很难过 很辛苦 但是 大家 44 年底的大展、 80 年代的大展、 82 年代的大展、 《日本でも少な人》 《私達も最初はこの話を知らなかった》 《最初に台本を読んだ時》 《こんな話があったのか?》 《そんなセンシティブな題材》 《日本で本当に公開できるのかわからないような映画》 我真的有勇敢奪得 我から製作審議員の皆さんが 本当に勇敢奪って 反視してくれたおかげで 私たちも参加できました 本当に知って欲しいことだったので 皆さんにこの事件のことを 知ってもらえたことで とても私も 嬉しく思いますし この物語に関わらない方々も 少しこれが 柔られない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 首先如果要問到 我跟森導演 共事的感觉 其實我要先說的是 福田村事件 這樣子的事件 像一個尖閉的事件 其實在日本 都很少人會去知道的 森導演他帶著勇氣 就拍著這樣子的一個作品 應該是說 當我知道福田村事件 有這麼樣一個福田村事件 存在的時候 其實我是非常驚訝的 然後呢 森導演他帶著 十足的勇氣去製作了這部電影 另外還有我們的製作統籌製作人 小林先生 他們一起 在他們的努力之下 然後讓我們演員 得以參與這樣子的一個作品 然後也因為如此呢 所以今天能夠讓各位 看到這樣子的作品 然後各位在看到 這樣子的作品之後呢 也了解了這個世界 也希望福田村事件 這樣子的東西 能夠留在你的心裡 所以今天能夠看到 各位出席 然後看到這樣子的方面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開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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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